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还是延续之前两期的主旋律 就是讲一下NAS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若川同学的频道 分享科技产品填科技成果 我是若川 我的前两期关于NAS的视频 已经在几个月之前一直更新了 其实这个系列的视频我在最早期的时候是规划了三个 分别是上中下三部 大家都看到了我的上期中期都已经做完了 但是下期迟迟没有发布出来 有许多喜欢看我视频的伙伴都一直在催我赶紧录制第三期视频 那么今天第三期视频就要来了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还是延续之前两期的主旋律 就是讲一下NAS 但是本期视频跟之前两期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今天想要讲一下群晖里边套件当中的一个 相信了解NAS的同学都知道 NAS套件里边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若上不可能一次性的全部给大家讲完 在此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平时用的比较多 可能你也会用得到的一个套件 今天我所讲的这个套件的名字叫做WebDAV 这个套件它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简单来说它是一种协议 也是一种方式可以通过HTTP和HTTPS 让我们通过远程的这种形式去访问我们部署在内网的这个NAS 大家是不是一听这个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呢 因为我们的NAS其实它不光想要在局域网中使用 当我们如果在公司或者在其他地方 如果想要用到我们NAS当中的一些数据的话 我们这个需求其实还是非常强烈的 当然之前我也讲过我们可以通过QC去完成这个事情 但是QC这个网速它确实是有点慢 并且我相信在看我视频的大多数朋友 他也都是黑群晖 可能也会有洗白的群晖 这个不好说 但是如果是黑群晖的话 那你是没有办法使用QC的 那你只能通过这种其他的方式来进行 对我们NAS的一个读写 当然如果只是读写的话 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都可以完成 那么我为什么要选择外部DAV呢 这种方式呢 它可以让我们像使用我们电脑上本地硬盘一样 直接在我们的仿达或者是我的电脑当中 把这个外部的磁盘挂载到我们自己的电脑上 这样的话呢 只要我们在有网络的情况下 直接就可以去进行访问 不需要登录浏览器 不需要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我们这个NAS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大家 或者对我来说 才是最大的有吸引力的地方 刚才呢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 什么叫做外部DAV 那么接下来呢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到电脑的屏幕当中 由我来给大家演示 如何去使用这个外部DAV 在正式的讲解之前呢 我先要给大家声明这么几个点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 如果你想使用外部DAV的话 你必须得有一个公网IP 因为若穿是电信的网络 所以说很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一个公网IP 那么如果你是用的联通或者是移动的话 那可能这个视频对你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 如果你是电信的话 你可以给电信客服打电话 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你家装了监控啊 等等等等这些其他的方式 找电信要一个公网IP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了 好吧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视频当中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页面呢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群晖的管家这个软件 现在呢我已经看到了我家的群晖 我们还是和之前一样双击 双击之后呢 他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群晖的这个登录页面里边了 OK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登录页面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套件中心 点击完套件中心之后呢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在这个套件中心里边随便看一看 我们只是需要找到这一个 大家也没有看到这个 叫WebDAV 这个呢 如果你没有使用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个叫安装套件 然后你直接点击那个安装套件即可 然后我现在其实是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呢 我就直接点击打开 点击打开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页面 其实我们开启这个WebDAV 它的方式非常简单 只是需要在这边勾选一下两个启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启用http勾选 然后还有这个启用https这个来进行勾选 然后这边有两个端口 一个是5005 还有一个是506 这两个端口的话 大家让它选择默认即可 再往下的话有个高级设置 然后这边的话 我是没有启用这个匿名DAV的登录 然后选择了下边的这两个 一个是日志 还有一个是这个 然后都选择了 再往下的话是有一个设置用户和群组 通过WebDAV传输文件的速度限制 这个我其实选择是第一个 禁用速度限制 就没有速度限制 OK 如果大家都选择完了的话 那么我们点击应用 我这边其实没有做过任何更改 然后它就提示系统没有更改 如果是你的话 你直接点击应用 它就可以应用成功了 当我们设置完了这个WebDAV的话 那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WebDAV的设置方式 也就设置成功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套件中心关掉 关闭了这个套件中心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需要去查询一下我们的公网IP 它具体是多少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一级路由器当中 去把我们的这个内部的 就是NAS的这个IP 还有我们的外部的公网IP 去做一个端口转发 然后呢我们去到百度 然后选择查询一下我们本地的IP是多少 大家看到了这个是我的一个固定的IP 因为我是电信的网 所以说会有一个这样的IP OK 我点击把它复制下来 OK 这是我的一个公网的IP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我家群晖的这个IP到底是多少 这个是我家群晖的一个局域网的IP 当然这个IP是可以随便换的 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端口 然后呢我们需要进入到我们的路由器当中去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呢就是我们家路由器的一个主界面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路由器当中 它有一个叫做网络功能 这边呢有一个叫做端口映射 如果大家的路由器不是360的话 有可能你家是华为 有可能是TipLink 有可能是那个腾达 这些路由器当中呢都会有类似叫端口映射 或者叫服务器设置等等的这种功能 它其实本质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做一个端口的映射 我们点击这个端口映射 点击完这个端口映射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端口映射的这样一个介绍 然后主要是为了实现从互联网访问家庭内的指定的电脑的服务和数据 这个其实就是路由器刚才讲到的 然后呢我们需要去设置一个这种虚拟的这个服务器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叫虚拟服务器名称 然后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叫NAS 因为我之前那个叫NAS 所以说为了不让它出名我多加了一个S 然后内网主机IP的地址 这个内网主机IP地址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粘贴过来 这边呢我们可以选择TCP 然后也可以选择TCP加UDP 这个都OK 然后我目前选择的是TCP 然后这个端口的话 因为我这边 它这边显示的是5001 然后呢是这两个端口 这两个端口呢是需要跟内部端口 它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外部端口的话 我们也是需要有个5001的 在这边呢我比较习惯用5000到5001 然后内部端口呢 刚才是5001 然后我也输入5000到500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填完了 然后我点击确定 因为刚才这个端口有点重复啊 所以说没有提交成功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我这个就OK了 OK 那这样的话如果设置完成了 它就会在这边出现一条数据 然后大家看这个地方就OK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已经端口转发成功了 这个时候呢我已经可以通过这个公网IP夹端口 去访问我的NAS的这个页面了 然后随便看一下试试网速怎么样 可以看几个图片吧 OK 其实这个速度还是OK的 还挺快的 刚才通过一个简单的端口转发呢 就实现了可以在外网的情况下通过访问 公网IP来进行直接登录到我的NAS当中 可能会有小伙伴会问 我不开通WebDAV的话 我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访问我的NAS 对了没有问题 它确实是这样的 接下来呢我做的这个操作 它才是和WebDAV有关系的 新建一个仿达的窗口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前网 这边有一个连接服务器 然后我打开 打开的话呢 大家看到我下面其实挺多这样的一些内容的 然后我随便选择一个 这边呢我们的开头是http 或者https这个都是可以的 其实我更加倾向于使用https 因为https呢它是有加密的 但是如果使用http的话也可以 我们在此呢都无所谓 我现在其实使用的是https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必须得连一个另一个网 就是跟这个NAS不在同一个局域网内的一条宽带 就是这一条 OK已经万事俱备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点击连接 点击完连接之后呢 然后它会提示我们 此外国DAV服务器的证书是由未知验证机构签署的 您正在连接一个伪装程 什么什么的DAV服务器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直接点击继续 点击完继续之后呢 它会让我们去输入一个账号密码 那我们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点击连接 OK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这个其实我已经连接成功了 然后我可以正常的去访问这里边的一些内容 因为这种连接方式它是通过外网走这个webDAV的这种协议进行连接的 呃它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像在局域网当中那么的顺畅 有可能会查询的时候或者下载的时候用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挂载到我们的电脑上呢 其实是对我们的内存的一种补充 比如说比如说像若川 我平时用的MacBook呢 其实它是一个256的内存 但是如果当我挂载上了我们家NAS4T的内存之后呢 无形当中就可以把很多的内容存到我们的那个NAS当中去 然后如果使用的话通过远程挂载的这种形式去进行读取使用 非常非常的方便 当然还有一点 其实若川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就比如说在局域网的环境下 我是可以通过NFS这种形式直接访问我的NAS 然后通过Fanica的Pro直接访问NAS去进行视频剪辑 并且非常的流畅 但是如果是远程的情况下 它的NFS是不能用的 也就是说虽然可以远程 但是我没有办法通过远程的这种形式来剪辑视频 这个呢可能是我接下来需要去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吧 如果说我能够通过WebDAV这种形式实现了在外网的环境下远程的剪片 那这个的话极大的减轻了我的工作量 并且呢可以让我非常非常方便的去剪辑视频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 NAS的三部曲呢今天终于给大家录制完成了 后续呢如果有机会 若穿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介绍更多的关于NAS的内容 当我们一次次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会真正的成长 好吧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转发 同时呢还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那个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精彩视频了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关注若穿在国内的B站和西瓜视频 给我点赞转发评论 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